救难队爬上陡峭斜坡 在实施现场搜索机证 可以看到山壁上大范围散布着飞机残骸 比较明显的残骸也不过汽车大小 这起坠毁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的空难 法国媒体用拳击抹杀来描述撞击之猛烈 西班牙时间24号早上10点多 这架德国之一的A320客机 从巴塞隆纳起飞 原定飞往德国杜塞道夫 到达巡航高度三分钟后 在11000公尺的高空急速往下掉 短短8分钟内 即将9700公尺与塔台失聚联系 最后坠毁在法国东南部山区 法国总统欧兰德对外表示 机上144名乘客与6名机组员 恐怕无一生还 失事的A320客机扶行24年 起飞前一天才刚完成检修 而机长拥有10年经验 飞行6000小时算着上有经验 事故原因仍无法确定是人为操控 或者是天候因素 德国之一是德国汉沙航空旗下的廉价航空 过去18年来保持零事故的记录 汉沙方面表示 目前没有证据显示与恐怖攻击有关 暂时朝意外事故的方向来处理整场坠机事件 目前法国救难队已经巡获一只黑盒子 将用来厘清事故原因 德国总理梅克尔表示将亲自前往坠机地点 与德国法国以及西班牙三国一同调查空难原因 不过因为地形气候都很恶劣 寻找罹难者可能得耗时好几个星期 记者有先上报道